今天突然发现这颗蝴蝶蓝的叶子黄得很奇怪 凑近了看一下 就像这样 像这种花着黄的 这个除了黄色还有些黑色 另外一部分叶子又是绿的 颜色看着很正常 像这样的不要犹豫 立刻剪掉 阻断并均的进一步传播 整片叶子剪掉 这儿还有一片黄了的叶子 这片叶子算是正常吧 它是比较均匀的这种有点干的黄 这种揪下来就行 这是前段时间收的打折花 一直是单独养着 而且是水培的 从外面收的打折花 拿回家之后隔离一段时间比较好 万一它有病 免得传染其他的 像这个还真就有病了 这片叶子的叶积部分 就在花茎那儿也发黑 也是有点问题 所以除了剪了叶子以外呢 我还要给它用点药 对了 剪过生病的叶片以后 千万记得消毒 我这是喷了点酒精 当然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到火上稍微烤一下呀 热水烫一下呀等等都可以 花茎这个部位呢 我就喷一些杀菌剂 注意是杀菌剂不是酒精 酒精只是给做个表面的杀菌消毒 真是说植物生了病 酒精是不管用的 这就是我用的杀菌剂 我是在Barnings买的 我买了这么一大盒 其实有点买多了 我以为会用很多 我买的是这个牌子 但是您不一定非得买这个牌子 我记得当时有好几个牌子 我只是挑了这个而已 接着刚才的话说 如果是生病了 是要用到杀菌剂的 以我们人来说吧 如果真的是生了病 比方说有了什么炎症 那就要吃一点消炎药 而不是抹点酒精 光抹点酒精 只是皮肤上杀杀菌消消毒 并不能真的消炎 所以如果家里有花 是需要备点 类似于这种消炎药的东西 我实际上的杀菌剂 这只是我自己的翻译 也不一定准确 如果在视频里 您听到我说用点杀菌剂 说的就是这个东西 目前我就只有这么一瓶 这瓶挺多的 我估计我且用不完呢 请不吝点赞菌剂